在世界上人口数量是非常巨大的,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,每天他们的遭遇都是大不相同的,而其中也不免会有一些非常倒霉的人,以及一些非常幸运的人。 但是一个幸运的人究竟会幸运到怎样的程度呢?看看下面这个人吧,他被称之为最幸运的人,四千米高峰坠下,却意外被二十五万只小动物救下。 在现如今生活极其安逸的社会,很多网友都会选择一些极其刺激的运动,而一些极限运动网友都伴随着生命危险,这不就一位外国人非常喜爱高峰跳伞,而且曾经尝试过很多次高峰跳伞,但即便是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些意外,因为他在一次高峰跳伞的时候,他的伞却出现了一些问题,导致他不能够及时降伞打开,而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也是非常的慌张,不过好在他距离地面300米的时候,还是将备用伞给打开了。 不过即便是如此,因为下降速度实在太快,导致他的身上出现了多数伤痕,但是最大的冲击力却并没有多了他的生命,之所以会如此,还是因为这名女子在下降的过程中,正好撞在了哪一个巢穴之上,因为巢穴上的土比较松软,才拯救了这名女子的生命,也正是这二十五万只小动物拯救了。